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 瑜伽與中國文化的專題 我們今天就來講一講 瑜伽一個很重要的道德操守 就是人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是人呢? 根據論語記載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 梵詞就問孔子了 人是什麼呢? 孔子的回答很簡單 他就說是 愛人 記載在論語顏冤裡面 所以人 首先要愛護別人 我們稱為 人愛 就是強調這個意思 只不過人其實還有很豐富的意思 孔子曾經對弟子子公 就說過 父人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出自論語的雍雅 這是孔子解釋人 當中十分之有名的說話 他認為 一個人者 要做到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是什麼意思呢? 當中 己欲立而立人 就是要自己立身 就是成就自己品格事業 同時呢 同時呢 也都要 令到其他人可以立身 而己欲達而達人呢 就是要自己 事事通順 也都要別人事事通順 總括來說 就是 是別人和自己一樣 就不要存有自私的念頭 能夠這樣呢 人和人才能夠成為一個整體 無分彼此 互助互愛 由於自私呢 就妨礙了人的表現 所以他主張人者呢 必須要克服自私的心理 有一次 孔子的弟子顏冤 就問孔子什麼是人 孔子就答他 克己福禮為人 一日克己福禮 天下歸人言 為人由己 而由人扶栽 當然出自顏 阿倫語的顏冤 當中這裏說 克己福禮 就是指 約束自己慾望 令到一切 言行都合乎禮 如果有一日做到 克己福禮 天下的人都會稱讚他 他是一個人外的人 由此可見 一個人外的人 必須能夠 克制自己自私的慾望 事事合乎禮節 好了 之後呢 就說到 為人由己 而由人扶栽 實踐人德 必定要靠自己 不能夠依賴別人 這兩句表示 人外的貧德要由自己 親自實踐 不能夠由其他人來代路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總結一下人的意思 第一 就要愛護別人 第二 就要使自己 和別人一起 有所成就的行為 第三 就是 沒有欲望私利 堅守禮節 第四 就是靠自己 不斷努力 而實踐出來的行為 那麼能夠做到這些 才算是一個 人者 人人 那麼人者 就具有高尚的品格 所以能夠做到 表現出高尚品格的事 孔子就說 至是人人 無求生以害人 有殺生以成人 出自論語的慰寧宮 那麼當中 無求生以害人的意思 就是說 不會貪生怕死 損害人得 有殺生以成人的意思 就是遇到患難的時候 會犧牲生命 來成全人得 那麼這就是中國人心目中 最高尚的道德行為 今天呢 不少人都會說 敬重岳飛 雲天祥 這些靈屍人物 就正正因為 他們實踐了 至是人人的道德 好了 現在就給大家一個練習 試一下將 以下的句 形為白話 第一句就是 乎人者幾要納也納人幾勇達而達人 第二句就是 乞己福禮為人 一日乞己福禮 天下歸人言 為人猶己 以猶人負災 第二條問題就是 自私的人 為什麼不能算是人者呢 大家現在可以暫時停一停這段片 做了這個練習之後 才看過參考答案 記得做好先看 第一條第一句 父人者在這裏 語譯了之後就會是 一個人者要自己立身 同時也要視別人立身 要自己要事事通順 也要別人事事通順 第二句 約束自己的慾望 令到一切言行都合乎來 就是人愛表現 如果有一天做到這樣 天下的人都會讚他 他是一個人愛的人 人們實踐人德 必須要靠自己 難度要靠別人 至於第二條 自私的人為什麼不算是人者呢 就是 人者是有愛心的人 他要關顧別人的利益 希望跟別人一起 立身於社會 成為一個整體 無分彼此 互助互愛 而自私的人 只會顧著自己的利益 不會理會別人的需要 他們會做了很多損害 損人離己的行為 造成了紛爭 所以自私的人不算是人者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